汐止水源路二段125巷里头 因为道路很久都没有重复改善 再加上排水不良 水都会一直冲刷到道路上 路况是相当不好 甚至还有大窟窿是深达十几二十公分深 也曾经有机车骑士在这边摔伤了 21号这点早上 市议员周晓林服务处人员便前往现场来关心了解 而附近居民也说 尤其是晚上视线最不好 骑车更是危险 希望能够尽快改善 指着路面窟窿在用雨伞比一下 这个洞至少有十几二十公分这么深 别说车子开过去会卡到底盘 如果是骑机车更是危险 就曾经有人骑车摔伤 这里是细止水源路二段125巷进来 因为排水不好 水都在道路上漫流 路面卡了厚厚一层的青苔不说 道路出现好大的窟窿 民众说晚上视线不好更危险 这条路况因为两边的排水溝都堵住了 那这个波路面都冲坏 已经有好久时间了 这样状况非常的危险 因为晚上有人骑摩托车 那这边曾经摔倒过 所以我们就借用这个机会 像新北市这种或者是汐子区公所 要请他们来派人来整修 车辆摩托车都有见过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的路 塌方很久 但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建案 就是这条路上面去有一个建案 那听说协调的时候 他们建商要顺便把这条路做好 在接获程情后 21号上午医院抓铃服务处就前往关心 只见过了篮球场往上走 路况越来越不好 薄油都翻了上来 有些连底下的红砖都挑上路面 落差十几公分 只是根据了解 因为里头有建案 到时候会请建商整理道路 不过已经过了几年还没动静 也许还要过个两三年 里长认为路况这么糟糕 应该要先改善 对 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尽快 所以他们有很多 就赶快跟周亚人议员反应 周亚人议员今天也派了 林主任来立临现场 来看看营商怎么整修 这个建案到什么时候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今天里长还有乡亲 来给我们反应 我们来看这个道路真的很糟糕 所以我们看完了以后 我们再个别请新北市公所 再来会刊 然后明年再来编议算 我希望说能在明年 把这条道路的整个整平 整段路况都很糟 再加上里头有住户 每天都有人通行 安全问题不能等 所以也将反应相关单位 办理会刊尽快改善 就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